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结婚吧 嫁给我 你是不是蠢 怎么会有人 在牧原里求婚 我倒是觉得求婚这件事情 一定要在我最重要的人 都在的地方 爸爸 哥哥 都在这儿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走吧 你不想答应 要手就手全部 可誓言太潦草 令舞台仓俗 爱你的秘筑 我们天到无数 这一场宁愿孤单 不辜负 老板 好 需要 大姐 不可能 很难兑 行了 快快快 回家吃饭 都走人 小老板 刘总那边来消消 说想约定晚上见见 工作的事情 哪天说 小老板 这可是现在几个合作商里面 唯一一个给回应的 那就约明天中午 公司楼下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喂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啊 我知道你在外面啊 不是说好了吗 把明四空随时随地带在身边 他为什么在家里啊 我不能天天带个机器人啊 我又不是多拉一梦 施小念 你跟公公好了 你都没有告诉我 我有事 我已经先走了 你们赶紧吃啊 施小念 我有事 我也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们吃 别走啊 谁 我现在正在 teeth 我自己又是个人 我最爱的 你什么什么都不愿意 你都不愿意 你什么都不愿意 我就是乱使人啊 你什么都不愿意 我不是我的事 你什么都不愿意 我不是这么愿意 你怎么还可以 我不是什么都不愿意 我不能总带在身上啊 万一被抢了呢 抢 我看谁敢 今天我就装一个 自爆系统的事 但是我有一种 被监视的感觉 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监视 我装一个定位系统 定下你的位置都不可以 为什么白宇 可以整天跟你在一起 逛街 你们不是在工作吗 我们是在工作呀 什么工作 就 你想说就说 不想说我也不会强求我 白宇明天就不用来上班 为什么呀 我高兴 我们是去 找那个 找地址 我们要搬工作室 但是不只有白宇 还有丸子 又不是只有她一个人 搬工作室 为什么 我去给你炒米饭 我去给你炒米饭 你是不是饿了 我去给你炒饭了 帮我拿一下 我带在身边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了 自己拿 够不到啊 咱们 我给你个小老板做饭 给他做一顿好吃的蛋炒饭 我跟你说啊 我特别怕你的小主任生气 刚才工作室要搬家的时候 我就提了一嘴 我没敢多说 不过里面有些话嘛 并没有删 你如果想听的话 可以随时翻出来听 只不过你每听一句 我的手机里都会收到通知 这样我就知道某些人有多么的 多么什么 多想我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当我女朋友吧 我喜欢你 当我女朋友吧 我 source 我爱你 我也爱你 爱你 娅娅 我爱你 想什么 这么 这 Cleese 哪icks 我 锅里还有吗 还有啊 别出来听我 算了 我不吃了 哥 我想办工作室 是因为 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就会没有灵感 所以我就想 正好离那个沐浅处远点 我对你这个选择表示非常参动 你说的是真的 反正你是我女朋友 有关系吗 没关系吗 有 有 吃完了 那我再去给你闯点 走 史晓涅漫画工作室 喜欢吗 这エ太夸张了 夸不夸张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 这工作室是我的 我赚的钱都付不起房租了 工作室是N1的 N1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有什么问题吗 哦 鱼姆哥的开窍了 行了 别站着了 进去看看 医生 好 石小念知道你的神 也知道你幕后的主使是谁 对我 看来那个人不是石笛 石笛只是一心想毁掉他的漫画手稿 而你幕后的主使 却对他漫画的内容更感兴趣 没错 其实石笛没有必要找我 更何况 我的价钱也不低 不过 既然他已经出现了 就证明他跟这件事情一定有关系 不然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 我就是趁爸妈都在赶紧问问你们 并婚都那么长时间了 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 是啊 和刘总他们公司的合作 取消 以后NNE的产品销售渠道要精选 有些公司 有些人 就不要出现在合作坊里了 你早上为什么吃饭 那不您让我帮摄像店他们搬家吗 我那边杠囊苦力活儿立马飞动的过来 路上时间一点没耽误 没有 怎么样啊 特别好 那个石晓涅啊 特别喜欢 眼睛都冒光了 这有 当然喜欢啊 这还就你说呀 哥 别说这么恶心的话啊 这一种可想模样 不带走遗忘 本来想表白的 那我现在不说了 我所说的恶心的话是感谢啊 非常感谢之类的 我又没阻止你表白啊 你既然不想听 那我就不说了吧 你 不再横梁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看 那有一只大鸟 小鸟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白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曾转着难辨的长夜 你这种表达方式呢 那个 我 其实挺好 只不过 得再走点心 如果走心的话就更好了 多来几次我也不记得 我没见过你这么自恋 还无理 还霸道 还不听别人讲道理的人 是吗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这么有事啊 自恋 生几百 我其实刚才想跟你说 我身边的家人 朋友 还有为数不多的粉丝 你都见过 可是你身边的人 我都没怎么见过 跟我同学 本期一期 就 ambos 但是有的 结局就要死我了 滚脱脱脱才九个 我全部够破住过 好她又有一个 Pomı 语言 会儿的 有没夜子 码脱脱力 ک勾 或者是一年 揮你你 他都能满足我 其实 你哥给你的东西 一直都在 你看没看过一个动画片 叫《寻梦环游记》 它里面讲的是 生的对立面不是死亡 而是遗忘 如果你一直记得它 它就会一直活在你心里 所以我决定 手机报警系统 我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我支持你 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 可是 我可以给你精神上的力量 加油 郭 谢谢你 你敢把思迪 最想说的话 说给我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突然来了 你今天不忙吗 出来一下 生气了 公 公 公 你是不是看过漫画了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你知道我看到那些漫画的感受吗 我和我哥的感情 我和我哥的过往被一一无情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而我呢 一点心理防备都没有 公孤 公欧 公欧 我错了 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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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根本不是想通过这件事情 博取眼球 吸引热度 或者给我自己的漫画 增加什么好处 我只是想 我是想 你竟然一直在做警报系统 是因为 是因为你哥的手机 如果当时有这个警报系统 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对 其实大家不支持你这个警报系统 是因为他们觉得 有一点点概念化 有点冰冷 可是我理解 你给我讲完以后 我就觉得它是有温度的 你应该告诉大家 这样大家就会接受你的相关 你 虽然 我脑洞一大就特别冲动 对不起啊 你是因为警报系统 才做出这个故事的 是吗 尝尝这个 其实在看到漫画之前 我特别生气 我知道你并没有恶意 只是太突然了 对 都是我的错 我也不知道这画出来以后 会有这么大反响 你这么珍惜身边的人 你也希望别人都珍惜身边的人 而不至于失去了以后 你才觉得后悔 你这个想法特别好 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无论是你的好心还是善趣 你都要说出来的人才会知道 如果你不说的话 别人怎么能理解呢 好了 既然你说过我们要互相帮助对方 你不敢表达的 我就来表达 虽然我这个方式有点清楚的 我是怕你不同意 你而不喜欢 我让杂志车撤了 因为杂志的流传力度没有那么广 大家也不知道是你 销售量翻三倍 杂志加印 你还嫌流传度不广 不过这下好了 大家可能都以为 这杂志漫画的原型是目前出版的 喂 你这脑回路有问题呀 怎么跳到那去了 说这么多你不可呀 其实在这之前我真的很生气 但是呢 没有但是 如果今后你再干这些没脑子的事 我就 我就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跟你报备 怪兽 我是怪兽 那你打算把我哥塑造成什么形象啊 你哥啊 就是被人形象啊 儒雅 英俊 完美的 精英美男子 我哥 他 我告诉你 他可跟外界说的完美形象完全不着边 这家店就是他以前带我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因为这牛排给的特别大个儿 还有啊 他每次来这家店都会点这个奇怪的工艺花茶 挺好看的 一点都不好喝 就是因为好看 他特别喜欢 其实工艺啊 他特别喜欢这种滑而固实的东西 你知道吗 他还有好多怪皮呢 他每次来吃牛排前都会先去打篮球 打得一身臭汗 穿着篮球背心来吃牛排 我真的想象不到汤汤恩义总裁居然能做出这么幼稚的事情 这个大魔头 舒起哥哥来 就像小孩子 很少见他说这么多的话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时光 你给我一段时光 啊 乖 一段时光 了下爱上面 那些似乎 你也想说 我那 esfuer 我一段 你的笑中 一段时光 你给我一段时光 有点 就是好 这些什么 你怎么一段时光 你不觉得好 你回来了 把你吵醒了 怎么进去的时候 等你呀 累不累 不累 骗人 要是我们能一起出去玩就好了 你想去哪 哪都行 就想野餐 然后随便逛逛 好 可以 明天 真的 你明天不忙吗 明天我们有会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太好了 那我野餐盒里多放点好吃的 我一定准备的 那不早了 早点回去睡吧 你去屋里睡吧 别着了 晚安 明天 晚安 晚安 你这不算私喘民宅啊 这是我外婆家 他去世之后 这个院子就一直空着 有很多人想要买这块地 但是我和我哥坚决不动 要是 要是 这就是你跟宫月哥 每个暑假来玩的地方啊 是啊 这或许 是我和我哥最开心的日子吧 那你和你哥 是不是经常在这荡抽签 踢球 这盖球网 就是我外婆亲手为我们吃的 时间长了 都已经坏掉了 这边一个 那边一个 当时的他呀 就坐在秋千上 看我们哥俩踢球 这个秋千架 就是我们身高的标识 你看 这个是我十一岁时的身高 这个是我哥的 你十一岁的时候才这么高啊 我一年就长了十五公分好吗 第二年我就超过他了 想什么呢你 反正我现在比你高得行 你再拍我更长不高了 走吧 我带你出去看看 会议资料都整理好了 姐 你来了 会议马上开始了 准备一下吧 姐 我知道这几个项目 都是你一手操职的 我也跟爸讲过点事 没什么的 都是一家人 更何况 你现在是牧师的负责人 姜总他们马上到了 我去打个招呼 好 你去我办公室 把第二个抽屉的 第一个文件拿给我 好的 我去帮你拿吧 你先把文件给姐送回去 好的 你先把文件给姐送回去 谢谢小牧总 我这个脑子 是第一个抽屉里的第二份文件 还是第二个抽屉里的第一份文件来着 所以说还是那个时候好 那个时候他一受人欺负 就跑过来找我 我看到他的样子就难过 我就出去跟他们打架 打完了以后 我们回家还被爸爸妈妈罚站 我们俩站在那儿还别人偷笑 可是 现在我和小迪虽然不被外人欺负 却总是让对方难过 没关系 你还有我 所以我说 如果以后我有孩子了 一定让他们在这种 有山有水的地方长大 陶冶清操 不像我 只知道打架 如果能看着你的小孩 在这儿玩水 划船 钓鱼 多有意思 你要跟我生孩子吗 不要心急 像结婚生孩子这种事情 还是要男人先主动一点 我 接下来 你带着我的心 甜蓝柔软的幻想 孤单平昏 都已融化 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辗转难免的长夜 领悟未来的组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楼下 要什么毛毯 还非要小猪配骑那个 这温度计用完了就随手这么乱扔 可以找个关系 公总 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看到这个短片 我也很震撼 你哥哥的事 我们都很遗憾 如果你想把这件事 作为我们市场上 可以炒作的一个点 我倒是认为可以试一下 毕竟我们之前 这件事情的热度还是不低的 这是我们要尊重你的想法 既然我决定放出来 就说明我愿意尝试 只要能够让我们身边的环境 变得更加安全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看看市场反应吧 让最后的数据来说话 如果动画短片内部通过的话 下一步会让宣传部门 加强网络上面的铺设 其实有很多事情 我应该提前跟你们商量 毕竟恩义是我们大获的 再一次感谢大家这一次 可以为了我自己的心愿 做出让步 谢谢 谁啊 谁啊 陆千初怎么突然打电话呀 不许接 万一他有什么事呢 他能有什么事 再说了有什么事 能比我们做蛋炒饭更重要 你就给我吧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事 才怕有事啊 不行 原则问题 那我外放 咱们俩一起听 一起听 inevitable 免提药 嗯 喂 清初 专丁 你在哪 我在家呀 怎么了 你还记得 我们以前去过那个小湖边吗 你确定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吧 看来真的是你 我要见你 现在 喂 怎么了 怎么了 穆总 刚小穆总的车在GPS显示 她 她往那个地方去了 什么 牵出去了环山公路 对对对 这件事情很重要 拜托 我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找我 有什么事 我知道是你 什么呀 你在漫画里画过这个地方 对吗 这不开那辆车 这不开那辆车 开门 医生 怎么样了 她刚醒 我先去看报告 倩初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 昨天晚上的意外 昨天晚上的意外怎么回事 我们会调查清楚 该你负的责任 会有律师找你 我只是想知道 倩初她现在人怎么样了 不用这么麻烦 我的律师会主动来联系你 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 走吧 没看出来吗 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 别在这儿自作多情 小妮 你在哪儿 你醒了 小妮 小妮在哪儿 小妮 倩初 你是想起我了 你才胡说些什么 我当然记得你了 小雪 爸爸安排你弟弟 执掌牧师集团案提 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我没什么意见 毕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不管我做得再多 都是为了签筹做铺垫 十年 十年之内不准谈恋爱 你能做到吗 十年之内 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公司的工作上 你能答应我吗 十年之内 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你能做到 我答应 小雪 你不用这么快答应 爸 我们说定了 我不会反悔的 我没有过学习 你不要做 anything 我会儿 你能做过我们的 你不要干嘛 我现在鼓劝这些 我有或者是让我 还要走 我在这里 我肯定去 小雪 以后来这儿 别穿高跟鞋了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放松就怎么来 去忙吧 也太累了 空了的时候 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三尿 三尾 三尾 你们看 ^^ 什么 和旧情人和好的感觉怎么样 还是说你巴不得和他一样 把所有发生过的事都罢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他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我是你男朋友 知道你已经和我住在一起了 看来你也没打算让他知道 放开 我给你包扎一下 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从这里搬出去 公公你别闹了 我是应该直接告诉他我们俩的关系 可是医生说他现在很不稳定 大家都不敢刺激他 公公你别闹了 我和你的关系就会刺激到他是吧 那么我告诉你施晓涅 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也会刺激到我 既然你这么在意他 我和他之间你选一个 公公你别这样 我再说一遍 我和他 你选谁 我选 我选他 公公 放手 公公 我现在只能选他 不是因为我的感情问题 而是因为他是我家人 从小到大都是家人 他现在出事了 还是因为我出的事 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公公 他和师弟弟或那天起 我和他的感情就已经过去了 是之后的日子都是你陪着我 保护我 我想跟你在一起 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和他没有机会 也并不是想要刺激他 我想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我喜欢你 现在依然喜欢 以后也会喜欢 但是 但是这和 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俩的关系 和去医院照顾他 这是两码事 你 你能听明白吗 听明白什么 听明白 我喜欢你啊 再说 你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我都说过了 我说 我 喜欢 你 不是这句 是上一句 上一句是哪句啊 你说你要去医院照顾目前出 我是说过这句 我是说过这句 绝对不可能 到底要不要去啊 要是不去 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算了 算了 怎么办呢 我还是去吧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 带上先生工艺器 让你看着 不许住在那里 晚上必须回家 知道了 晓妮 晓妮 电话 喂 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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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你怎么了 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我不敢动 我流了血 我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 你的孩子 什么孩子呀 我不敢动 我好疼啊 你别动啊 别着急 我给你叫救护车 等我啊 等会儿 我还是要去 老板子 蚊子 其实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完全没做好准备 我甚至还想过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就好了 可没想到真的发生了这种事 蚊子 我们来日方长 加什么让一下拔针嘛 好了 拔完针就可以走了 记住少吃凉少吃辣 多喝温暖水 为什么就能走了呀 出这么大事不得住院吗 痛个经住什么院啊 痛经 没怀孕 大惊小怪 什么情况 没 没 没怀孕 走吧 这 这什么事呢 爸 你什么事这么着 你到底是怎么出的车祸 这件事情你真的不打算查下去了吗 如果你不查我来查 心里就只有这个儿子 我今天来拜访的主要目的就是 我今天来拜访的主要目的就是 你那天晚上突然打电话给石晓念了 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说 出车祸那天 不如我来提醒你一下 那天你打电话给他 地点是在一个你们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 也许你还不知道吧 一直有人在调查监视着石晓念 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 单纯的像一张白纸 所以很难想象会有人对他产生敌意 我的直觉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整个事件的出口 而你是整个事件的唯一线索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想想 千万别耍什么花招 你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四叔 你怎么在这儿啊 十小姐 你来了 好 倩初 是他刚刚入睡 那我不打扰他了 我先回去了 不如我们下楼聊聊吧 好 我听说 这次出事的地方 也是小湖边附近 千初约你过去 是有什么打算吗 嗯 我本来也是刚去那儿 他刚要说 我就 约在那个地方 可能是因为 小时候的事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去过那儿 其他的事呢 就记不太清了 你怎么才回来 快 你去找千初了 我问你话呢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对 我去找他了 怎么了 那你都问了他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 他记忆都没有恢复呢 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医生都说了他不能受胎大的刺激 你就不能等过阵子有什么问题再问他吗 你真以为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告诉你 在我看来他什么都记得 他心里明白得很 我知道你在内疚什么 你放心 我已经请了国内最顶尖的医疗团队和看护人员 明天就到 目前初会被照顾得好好的 根本不需要你操心 你去也帮不了什么忙 我帮不上忙我也得去啊 你去添乱嘛 人家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我就算帮不上什么忙 我于情于理 我是不是应该陪着他 看着他好转了我才能安心一点啊 我不跟你说 你站住 我饿了 你给我做饭吃去 吃吃吃吃吃 你去找专业的团队给你做炒饭吧 谁跟你做的 已为你搜索出一万六千条蛋炒饭的做法 请选择 这也给你 等 等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刚才我送薛总回去 就是我们一个大客户 她说特别喜欢你们做的广告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那她有没有打算讨气 有啊 在谈哪 你看有蚊子 我就跟你说一声 我没别的意思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担心石小念 她那个广告的点击率啊 一天能为她刷八百倍 那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等一下 你 你没有别的事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没有啊 我 我着急走了 先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小胡 小胡 石小念 姐姐 助理 还有那本漫画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姐姐到底要在试图念身上 找到什么呢 喂 喂 牧总 您让我调查您姐姐 牧雪的事情有一些眉目了 牧总看上去是完全放全 其实 暗中掌握着公司的几个小的项目 更重要的是 她最近分散投资的几个 电子领域的新公司 尤其是繁盛 在具体资料中都有体现 我知道了 我看了办法还起压力 去哪儿啊 你 吓死我了 你坐在这儿干嘛吓人啊 今天是周末吗 不需要工作吗 今天是周末 不需要工作 即使今天是周末 你有没有问过你的老板 需不需要加班 在公司这么紧要的时刻 如果因为你 导致了公司的运营 产生了问题 你负责吗 今天你需要工作 具体工作事宜 米生会发到你工作室的邮箱 没有工作完 你休想离开工作室办法 你干嘛 你把闷画还给我 你干嘛拿走闷画啊 公公 你把闷画还给我 把调查结果整理一份 内容不用太详细 只要突出重点 是查不出来就行 然后安排人给我吧 喂 喂 时迪姐 我从那边了解到 确实是沐总的助理 方思明办的出院手续 然后我也联系了毛思明 他说沐总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具体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那 那他现在在哪儿了 不知道 从医院走后 就再也没见过他 有消息随时给我电话吧 好的 好 早点回去吧 我明天来接你 明天要不然呢 小老板 看左边 走 有 有 有个月亮了 月亮不是每天都有吗 是吗 秦初 其实我跟公欧 没事 我先回去了 回去吧 你生哥 你最近精神不太正常 我要不要介绍一个 精神科的医生给你 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吧 我觉得你很有必要 小念 早点休息 晚安 我 不可以 太过分 我没想看你手机 我只是想看看 某人今天的工作有多糟糕 把安逸的网站做得有多幼稚 幼稚鬼 公欧是幼稚鬼 你看 你看 明天公都说实话了 说你是幼稚鬼 这个机器人 早晚了会把它砸了 好 这不是你说的吗 要做成这种风格 而且又不是我 成熟和动漫 就不能结合吗 你们不要结合嘛 闭嘴 明天重座 为什么 重座就重座 白天给你做这些 晚上还得给你做饭 自己吃吧 都怪你 这些 一切恐怖看到了 应该会很生气吧 我找到了 小店 买下来吧 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 过去的就让它留在回忆里吧 这个留给别人 过 公欧 小店 公欧 你等等 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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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为你现在应该在家里 站住 小店想去哪里是她的罪亡 恐怕不是龚总能决定 牧总说得没错 但别忘了 这也不应该是你能决定的吧 公 我本来就想买点东西 然后马上回家 所以到最后你还是觉得 陪牧总买东西比较重要 重要到你可以背着我 想方设法地从家里溜出来 公 然后一起去买水晶球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祝福你们 然后说一句分手快乐 也省得这个男人 时时刻刻都装作一副 很深情的样子 龚总一向辩口力词 不知道平时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语出生 以前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但是既然今天我站在这里 就不能让小念 白白受这样的问题 龚欧 小念不是你的下属 更不是你的附属员 他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让他这样承受你的重伤 你的讽刺和你的不尊重 如果这就是你的态度 那很抱歉 我们祝福封为 你culosis 我说这就必须记录着 目前辈出執事 沐总 好久不见 陈总这是专门来找我的吗 当然 实在不巧 我今天没空 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下次再说 沐总 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 我也不会来这儿找你吧 我确实没有信心能够赢过勾勾 就算能赢了他 那也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所以我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我心里得有个数吧 放心 等我把恩义拿到手 就会交给你来做 到时候你想做成什么样子 就要看你的实力 我不会插手分毫 沐总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 但不得不说 沐总提出的这些 很有诱惑力 我看你的心里 我说你会说 冷静下 我会拥有什么 我应该说 我应该拥有什么 我就会拥有什么 我感觉 我会拥有什么 我看你 你都会拥有什么 想不到摩天轮已经拆了 怎么变成海盗船了 是啊 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做 你会跟我讲 从上面往下看的景色 就像我亲眼看到的一样 小丁 我知道这几年 我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但有些事 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虽然这份感情 曾经因为一些误会 而转移到了别人身上 但我对你 依然和以前一样 你明白吗 我喜欢你小吗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来弥补这几年的遗憾 让我来照顾你 对不起 小丁 我 喂 丸子 祖子 你回家了吗 我还没有呢 我还没有呢 你又跑哪儿去了 你到底想干吗呀 我问你 你是不是被公公发现了 听说到今天又炸毛了 是不是米生跟你说的 别跟我提那个丑八卦 我已经跟他要离婚了 什么 你是不是还跟目前处在一块呢 我跟你说早点回去 注意安全 那你和米生 领证了 我会告诉你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怎么了 我有急事 得赶紧回去 我送你吧 我往房子们来接我们 走 你回来了 你好 先生 你好 女主人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是不是不高兴了 你为什么不理他 你们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嗯 算是吧 哦 那是挺让人难过的 老板 你是男人 要大度一点 快和好吧 闭嘴 要你多嘴啊 信心把你恢复出场设置了 那个 公公 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一聊 你没说话 就代表默认了 那我做了 其实今天下午的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误会了 公公 那个目前出的 公公 公公 你 倩初 你回来了 你出院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也好去接你啊 这点小事 就不麻烦你了 我做了好多菜 你要不要尝一尝啊 现在咱们两个的关系 从初一时可能不太方便 如果你要是不想搬走的话 我可以暂时去住酒店 倩初 你多少吃两口 就当是陪我了 天初 我还包了汤 我去给你端过来 我去给你热一下 不用麻烦了 我已经吃过了 你多少吃两口 我还包了汤 我去给你端过来 你喝点牛奶在工作没 你饿不饿呀 我跟你说你最爱吃的蛋炒饭 要不要吃点 你总得吃点东西啊 那我起来了 我走了 真走了 这样的一群 有我们要帮你吃的蛋炒饭 看着你吃的蛋炒饭 你吃的蛋炒饭 帮你吃了蛋炒饭 我给你吃的蛋炒饭 你吃的蛋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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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味道就是不舒服 他很想吃的蛋炒饭 你吃的蛋炒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搬到目前处那里去世 怎么可能 我是搬去工作室 随你 你说工作室可不行 这样吧 你先搬去我家住 虽然我家比跟我小那么硬丢丢 但至少还算温馨啊 这样的话 咱俩每天还可以一起上下班 谢谢你 文子 还是算了吧 你们新婚艳婳的 我学当电灯泡可不好 虽然我脸皮厚了点吧 但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那个丑八卦已经被我赶出去了 怎么不接电话 怎么不接电话 而且订婚的时候 她也帮了挺多忙的 我心里挺感激她的 莫总 您的茶 差不多了吧 我一会儿还要去我弟弟那儿 还有几个货要开 先回去吧 好 那不打扰了 陈总 我送你 好 请 你们先慢慢吃 陈总 我出去吹吹风 千初 我给你倒点红酒 我去找她 我去找她 姐 你电话 谢谢 你打灯 陈总 你好 好久不见 今晚吗 今晚我跟我弟弟 还有他的未婚妻一起吃饭 可能不行 陈总 您说笑了 如果 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 我 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可能 可能不太合适吧 您 您看这样吧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请您喝茶 再见 是 樊盛的陈总 是 说了一些有的没的 我们快进去吧 别让小弟等久了 说 小老板 小老板 你喝酒了 我没有 他们不给我喝了 我 我 我没钱给他们呀 没钱你去什么酒吧呀 你在哪儿 我 我在兴德罗 一个比一个蠢 咱们回家吧 丸子 蜜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坐坐坐坐坐坐见平啊 你干嘛呢你 你怎么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了啊 有点新的情况 你帮我查一下 我姐跟陈白之间的关系 对 就是樊盛的那个陈白 我总觉得他们之间 不只是合作伙伴这么简单 大家都说实话 参与逗欧的 到底有几个人 没 没有人逗欧警官 我们都是闹着玩的 你看看你脸上的红印子 有你们这么闹着玩的吗 警官 抱歉啊 他们两个真的是夫妻 今天只是喝了点酒 闹了点别扭 您看如果没什么大事的话 我能不能先带他们走 夫妻 这我还真看不出来 这是什么 您不是说看我们不像夫妻 结婚症 结婚症 米生 孙洁萍 只想念这个女人 我确实有点周末不透 会吗 根据我对她的了解 她就是一个小女孩 特别简单的人 简单 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简单 我会想办法的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 放心吧 我对沐总的心 日选可见 沐总原来酒量这么好 很可惜啊 明天大家都有工作 要不然我一定会奉陪到底 喝点茶吧 解解酒 好不好 请慢用 谢谢 这种宫玉花茶 很多餐厅都没有的 我特地给你准备了 很多人都喝不惯这个味道 我认识的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喜欢 宫玉 我认识的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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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你 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 好致命啊 臭臭屁心啊 这个 真是不太扯住 谁找到这个东西 你给了我出去的 是 是 这是 让什么要结婚啊 对 对 听说 还有 你这什么呀 公司大厅的屏幕上 为什么描迫这种东西 沐总 这个是 这个是我叫人放的 你这个方法太过激了 今天我帮你出头 签出对我的意见 已经很大了 你哭什么 现在是哭的时候吗 姐 这是我能想到 唯一的办法了 如果签出 连这个都不在乎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她不在乎 总有人在乎 总有人在乎 姐 你的意思是 牧师的名誉和发展 总有人在乎 总有人在乎 我明白了 姐 我会去找叔叔阿姨的 喂 千初的姐姐 哦 我是识小年 可 可是 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签出 怎么了 千初 你这个样子 倒是像你姐姐 我是个怪物一样 没有 姐 你找小年来 有什么事啊 去我的办公室聊吧 难不成我们三个 要一直在这儿聊天吗 他 当牧师的儿媳妇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怎么了 牧学姐 我根本没有 想要拿回什么 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挺好的 有喜欢的事 有自己的事业 还有喜欢的 喜欢的人 别的事情我也做不来 我也不想去做 今天你带我参观 也差不多了 我还要交稿 那我就先走了 我说你 我自己走吧 千秋 你说 想念这边 好像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确定你跟实地断了联系 他就会回到你身边吗 他们已经下去了 找个关系好的媒体派下来 再想一个好的办法 让我爸妈那边知道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种事情 不能搞得沸沸扬扬的 你们怎么就不听话呢啊 你看看现在好了啊 爆出这么多丑闻 怎么着 你开心了 有知名度了 对不起 叔叔 我也不知道事情 怎么会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想干什么呀 不是 叔叔 这次 为什么会爆出这样的照片 我也不知道 你们这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这件事也不定就是看到的这样 我们问问千秋再说 阿姨说得对 这件事确实不一定是这样 这件事情 你务必把它处理好 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 现在是公司的非常时机 我 我知道了 叔叔 只是一次两次我能处理 如果 我 什么如果呀 如果什么呀 我告诉他 好了好了 反正事情是你们惹出来的 你先去处理你的问题 千秋这边 我和你叔叔会好好跟他谈 好 好 穆总 这段时间你先用点 等够了风声 我会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 穆总 现在事情到底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躲着 我家里还有家人 你放心 你又没有怎么样 又没有杀人 只不过是一个造势逃逸 千秋现在 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等过了这段时间 确定了没有问题 你还是可以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去 爸 您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急事吗 爸 公司里没什么事 我找你有事 您说 石小念 石敌 你跟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爸 我会尽量地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但至于我怎么跟小念交往 你怎么处理啊 你会处理吗 我告诉你 你如果再犯糊涂 那我就把公司 交给你姐姐了 还有啊 那个石敌 虽然说他干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啊 他对你是用的真感情 好好哄哄的 你看给老爸急的 爸 走了 好 我 我跟秦子姐来看你了 秦子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 有些话不能当着你哥面说 我回去再聊 好 这个是在哪儿找到的 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 你哥在美国学馆里 租了一个公寓 我这次又回去看了看 找到了一台电脑 是他用过的 这个是我哥的邮箱 对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他用过这个邮箱 你应该也没有见过吧 这个邮箱里 只有跟一个人的邮件网纳 沐雪 邮箱里还提到了一笔私人投资 这笔投资你应该也不知道 说是投资 其实完全可以看作 是沐雪在暗中支持公寓 喂 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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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丸子 谢谢你们 丸子 丸子 你刚才那电话怎么回事啊 你受伤了 我看看 还有哪儿受伤了 你怎么搞的你 等我带你去医院 小心 走 这 这怎么回事啊 石小念你疯了 你差点把我家烧着了你知道吗你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还说我 你下班后明明约了我 完了还迟到了 这是我家 我想几点来就几点来 还有迟到不迟到就说嘛 我懒得跟你计较 这味多大呀 让你去客厅啊 你去牧室了 石小念 我告诉你 今天只要你没跟我分手 我就还是你男朋友 只要我今天没死在这儿 我就不会让你如愿以偿去他那儿 你说什么呢你 我告诉你 你在这儿 你不许在屋里取闹了 丸子 石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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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石小念 起来 石小念 石小念 小念 小念 什么 威福大爷可以啊 录像治疗也没什么问题 对了 陈医生 嗯 如果有人跟您问起我的身体状况呢 这个我明白 您放心 谢谢你 小念 他怎么了 走吧 家属稍微看着点药 别睡过去了 知道了 到底怎么回事 病了 看不出来吗 白天跟我见面的时候 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病倒了 关于你什么事 龚总要是有事可以先走 我来照顾晓妮 不需要 我不觉得你有能力照顾好她 至少我不会让她病成这个样子 才送她来医院 我劝你现在还是把自己的心思 放在你的未婚妻身上的 是晓妮是我女朋友 我就不劳您多费心啊 关于报道的事情 我会跟晓妮解释的 龚总不至于 要故意渲染什么的 还渲我渲染吗 我跟晓妮和师弟之间的事情 您也很清楚 这根本就是个误会 我对晓妮的感情 我相信她是知道的 误会久了就不是误会了 这个道理你也是知道的 我不管你现在有什么理由 请你现在马上离开 我不允许你利用她的同情 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她是我女朋友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吵了 晓妮 离她远点 晓妮 龚欧 咱们在家就吵 你到这儿来还要吵 你要吵到什么时候啊 我不吵了 我听你的 你走吧 她现在需要休息 前厨还是个病人 这里是医院 她生不生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想跟你吵这个 我现在只想安静地睡一会儿 你可以先走吗 我跟Obamaются要离婚了 明天就去办 明天就去办 真 这次应该是真的吧 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我俩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好像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怎么就闹得要离婚了呢 谁提的 她提的 我同意了 爸 完了 这就离了 这么草率 她说离婚你就同意啊 她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劝劝她呀 还有你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你这手续都办完了 是你早点跟我说 我死活都不会让丸子出门的 当时你病了 在医院里 我是发烧 我又不是瘫痪了 最关键的就是你 丸子 我知道你因为这件事不开心 委屈 可是至于闹成这样嘛 婚都离了 我就是一直气不过呀 气不过 然后呢 两个人在一起多不容易啊 为什么要互相较劲伤害对方 当初跟我说 最喜欢迷生 可是现在呢 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两个人就冷战 闹成这样 结婚时的豪言壮语呢 真的吗 你还是说过这样的话呀 我就是喝酒喝多了说的 男子 可能咱俩结婚的时候很仓促 很忽然 然后咱俩平时打打闹闹的 也不像那些腻外的情侣 但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真的特别重要 孩子的事是我考虑的不足全 让你受委屈了 可是你当初说你不想要孩子的 然后我弄错了 你还怪我 然后你还和公公去夜店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的 我不是责怪你 我是对自己不满意 其实当时以为你流产的时候 我就想明白了 这件事虽然不在我的人生计划里 但如果是你的话 我可以考虑把它提倡是什么 真的 真的呀 真的呀 你还不要想多离婚啊 哦 哦 所以他们俩没离婚啊 他们根本就不想离婚 只是闹闭的罢了 女生一看到孙建平哭 立马就欣然认错了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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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得我活儿都不在乎 有这么闹别扭的吗 闹到民政局来了 害得我记得刮到 收了这么多真话 真丢人 你好点吧 不少了 要不去逛逛 去哪儿啊 反正我今天已经推了所有的会议 过来陪米生离婚 现在应该也不用回去吧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就算了 走吧 好 像这种少女心的场合 都不太适合我 我觉得也是 还不如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吧 不过在偶像剧里 这种标配的场景下 特别适合表白 需要我再表白一次吗 好 干什么 因为昨天惹你生气了 你昨天是不是真的不高兴了 我特别生气 因为最后你决定 让沐千初留了下来 那你怎么突然又这么坦诚了 因为你对我说过了 你说两个人在一起 不应该只是为了较劲 而互相伤害对方 我是有点不高兴 主要是觉得你不理解我的难处 最不开心的就是 你居然不相信我 不过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想了一下 如果你跟你前女友这样 我也会不高兴 我没有欠女友的 我说如果 没有如果 我不喜欢这种假设 你看看你 你又较劲了是不是 你要不要 我吃 好好哦 来 你过来一点 嗯 过来一点 小念 你能不能明天中午回家吃饭啊 嗯 我跟你爸 我们 明天我和你一起回家 嗯 你看看你 平时啊 看起来挺坚强的 一到关键时刻 还是不行 你这个样子 我非去不可 不然到时候 你妈一哭 失敌一闹 你又什么都妥协了 我都跟你在一起了 还能妥协什么 难不成 把你脱卸出去 想都别想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这段时间以来 我每次回家 都在跟我爸妈解释 我跟沐清初 跟史迪之间的感情 再也没有那种一家人 在一起好好吃饭聊天 那种感觉 总觉得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变得很奇怪 没关系 我也只是这么想一想 你放心 等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有我 懂吗 石小念 你说我求你好不好 你不要再纠缠千出了 我 你是不是要我跪下来求你 你才肯答应啊 好啊 我 我跪下来 我跪下来 快点起来呀 你起来呀 我求救你了 你们姐妹俩这个样子 我跟你妈看了心里难受啊 我还难受呢 姐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会起来 你起来吧 好不好啊 你起来呀 你干什么呀 崔潘 妈 崔潘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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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爸 你快点起来吧 你说什么 我都答应你 你和千出的事 我也不会再参与了 只要别再为难爸妈了 那你把刚刚那句话写下来 说你再也不见千出 好 我写 她不会跟你写任何东西 她不会跟你写任何东西 小妮 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情 好像还轮不到公总在这支手画脚吧 坦白讲 如果石小姐能够在小念的面前 一直保持这种趾高气昂的样子 我对你倒还真有几分敬佩 不过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万事大吉时 对她横眉冷对 出了事了 又开口哭着叫姐姐 硬是要上演一出姐妹情深的戏码 你这崩塌的人设 我还真有些瞧不起 你 公公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自己的男人自己去争取 争取不到 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哭 不要总是把责任推给你姐姐 她脾气是好 但是她不会任由你摆 明白吗 小迪 那个 公公啊 今天的事 都到中午了 没吃饭吧 要不家里一起吃饭 那就麻烦阿姨了 不 不麻烦 不麻烦 平时我去跟叔叔俩人 你们来还热闹呢 老师 走 我们去厨房 去厨房 好好好 坐啊 坐 爸 对不起 刚才是爸爸不好 爸爸有点冲动啊 你人在哪儿啊 要不要回来吃口饭呢 不用了 爸 我求你个事 我保证不是坏事 我保证是最后一件 你不是也希望 公公跟史晓妮好好的吗 好 爸 到来留好多多呢 对 十字就带着饭 你也再吃点三面 好 董哥好 董哥好 好 今天是什么 好 这样吧 你安排下去 说我对牧师和樊盛之间 两家公司的合作 非常地关注 以后这两家公司 在进行的每一个项目 和每一个步骤 都必须由我亲自确认 签字之后 才能往下一步进行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 谨慎一点 对我们大家都好 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了解 陈柏这个人 但是我也听说他这个人 做人做事 有些瑕疵 选择跟姐合作 究竟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这也都不好说 姐 你也应该小心一点 看到我妈今天又开心又热络的样子 我就特别开心 我们还好留下来吃饭了 要不然吵了架 以后都气窝窝地走了 她肯定很难过 所以啊 多亏了我英明神武 才给你们开心相处的机会 是是是 龚大人 英明神武 而且我还不用回来 献给你做蛋丑饭 我总从你的话中 听出了一丝宫位的感觉 不是我说的 你爸都发了朋友圈了 特别开心 我 我在哪儿呢 我看看啊 不行 我拿给你看 我爸还发朋友圈 他很少发的 他怎么发这个呀 我得让他删了 为什么要删啊 我觉得挺好的 谁的电话 你爸给我打电话 真的假的 嗯 那你快接啊 挂了 挂了干嘛 哼哼 我告诉你啊 嗯 我不仅有你爸的电话 连阿姨的朋友圈我都有 不可能吧 我看看你在哪儿呢 你 你跟我妈什么时候夹的 我看看 嗯 你好像有信息啊 嗯 说吧 关于施晓念 到底什么事儿 龚总先别急 你也知道 这两年我做过几次手术 很多事情常都记得模模糊糊的 沐总 谈合作 首先 要有诚意 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内容 分享给沐总 那沐总 你要答应我 从此远离小龙 不再涉足我们之间的感情 这样我们合作起来 就没有任何分歧了 更何况 我还没有追问 你假装失忆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不成 只是为了逃避你后来的所作所为 这么不男人吗 我假装失忆 当然是为了保护小年 你可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会得给小年威胁的人 根本不是我而是你 沐氏近几年的投资状况 都清楚了 当然 是 那你知不知道 你姐姐沐雪 除了当年明面上给我恩义一笔钱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笔钱 是她私下里朋友的名义借给我哥的 你说我姐 还借给宫余一笔钱 你要找什么呀 小老板 你说 有几件事情你要好好调查一下 第一 沐雪跟我哥的关系 第二 沐氏参与恩义的隐藏原因 第三 石小年跟这些到底有什么联系 一定要查清楚 好 喂 我爸怎么样 你慢慢说 医生怎么说 小年 你带我来这里是为了 你看这个摩天轮 比我们小时候的那个 更大 更漂亮 如果时光 永远让我们停留在那个时候 我肯定会陪你坐的 可是 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美少女战士 跟沐浅出了 那对时光已经回不去了 以后能陪我走下去的人 是公欧 能陪我坐那个摩天轮的人 也是她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 你现在喜欢的是别人 那是小月 我会慢慢让你知道 公欧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带在她身边 不会有任何好处 只会有危险 你错了 我不是喜欢她 我是很爱她 不管她会给我带来什么 不管会发生什么 我都会跟她在一起 起程几天晚上 喂 小丸子 小念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在哪儿呢 你已经说跟我她爸爸出事了 什么 我这就回去 小念 你去哪儿啊 你怎么来了 伯父不是生病了吗 你这 伯父 小念来了 伯父 我们好 过去坐吧 去坐吧 走啊 伯父 伯父 我听说您病了 赶紧过来看看您 怎么样 好点都没有啊 没事 小念 喝水 谢谢伯母 看您这气色就知道你没事 还是平时身体底子打得好 我爸就不行 跟您比差远了 说这些干吗 我是因为自己的一点事 跟我父母说话都有点尴尬 你怎么回事啊 你跟伯父伯母 又没有什么芥蒂 干吗一直板着脸 过来坐 不去 伯父 姑姑这脾气就这样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你们聊吧 小念啊 你伯父这脾气啊 跟她一样 你别往心里去啊 伯母 要不然这样您看行吗 伯父他 这个情况我们还是紧听一点好 他如果不去看医生 咱们就找一个医生 请回家来看 如果需要吃药治疗 我和晓鸥随时可以一个来帮忙 谢谢您 我已经联系了英国那边的家庭医生 他今晚就飞回来 你怎么说呀 你都有这种安排 那你平时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呀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不要请什么医生 伯父 小病需求医 我觉得您还是看一下医生比较好 这样伯母也更放心 公欧 她有公欧 她也更放心 是不是 你们啊 要是真的不放心 公欧 跟随 我跟你妈到你们那儿去住 进 佟总 这是从剧组机在的团队 寄来的时候没给别人看见吗 没有 实际小姐很小心 客历员在门口给我打电话了 没有送的钱 行了 那去忙吧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美少女战士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却 美少女战士 谢谢你陪我 没关系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从来没见过哪个女生 这么喜欢吃烤鸡皮 烤鸡皮怎么了 烤鸡皮很香啊 想要把所有回忆藏好 好温暖啊 你最后发现还是无处可逃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小年 是我没能保护好你 是听到陌生的心跳 再也找不到了 幸福的味道 对不起小雅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我有我的信心 你以为你自己吃这种东西 最终我们还是会分到羊羊 每个人都要懂得放药 雷云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愿意支持你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你去哪里 我可以跟你去哪里 我做了那么多 我只是想要我们的一个将来 这不是在你心里 不管我多努力 都比不上你心里的那个大 痛过以后才会知道 还是挺不住的想要 你的好爱太多太煎熬 让人只想逃 每个人都要懂得放药 那么多 不再得肖熬 想要的却找不到 伯父伯美 你们想吃点什么 我 我这个做菜不太专业 西餐也不太会 但是多少还会做点 你们想吃什么 我就不吃了吧 我和你伯父啊 晚上一般都吃得少 吃得也很清淡 这西餐嘛 我们刚从国外回来 也吃够了 我认了 你看 我想吃炒米饭 这人 医生来了 龚先生 厉害 您好 辛苦了啊 小玉 小玉出事之后 我们家不能再承受更大的事情了 小欧她本来工作压力就大 你说再把我的病情说出来 肯定会让她分心的 但是龚老先生 家里人对您的病情和身体有知情权 不告诉他们的话 反而对他们打击会更大 我想再找一个更合适的机会吧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身体还可以 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我给您开的药 对控制病情有一定的作用 但会导致心脏的负担重 您现在所体现出的症状 应该就是和药物的副作用有关系 我知道了 小念呢 我知道 你跟小欧在一起 特别为难你 我特别理解你 她呀 就跟她爸爸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 增强普拉雅斯版的 其实这些年来 我们对小欧的了解也越来越少 以前吧是他们俩兄弟感情好 她有什么事情都会跟她哥哥说 我们从小欧那里 就会了解到小欧的想法 和她的一些心事 但是现在小欧不在了 所以 伯母 没关系 我觉得公屋这脑子挺简单的 一根筋 她做什么事都别别拎扭的 比如说我吧 她要做错什么事啊 从来不道歉 但是呢 她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弥补回来 还有就是 如果她心里很悲伤 或者很紧张 很纠结 她都不会表现出来 就表现得什么都不在乎 很无所谓的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默默地陪伴在她身边 所以我觉得 她还没有那么难懂 想念 你能讲出刚刚那番话 我母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 爸 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问题 可以明确地跟我说吗 你觉得 你跟石小念在一起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啊 我知道 你不用靠婚姻 靠继承家族产业 来维持自己的位置 但是你应该明白 婚姻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和你哥 不愿意接手我创下的家业 这没关系 因为这早晚都是你们的 但是对恩义来说 石小念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她是 你还年轻 你不知道婚姻带来的连锁反应 有多么强远 我不否认 石小念是个好孩子 而且她很单纯 但是她对你的现状和未来 她是很难适应的 单纯不好吗 她适不适应 我不在乎 我无所谓 她只需要做她想做的事情 就好了 照你这么说 即便对恩义没有任何帮助 你也不在乎 如果你跟小娜在一起 对恩义都会更好 都会有帮助 没有什么更好不更好的 爸 我现在没得选择了 在我未来所有的规划 所有的事情的一切都有变数 为了能让这个变数 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会做我该做的一切能力 但是唯独石小念 她不是变数 是定数 因为我爱她 我不同意 用来 她的手 你不就看了 我会留下来 还不行 你能给她走 我心里来 是因为她就不对了 无论 要不让她回答 给他生活上带来一些愉快以外 工作上那一摊子事 我的确觉得想起来头就头 别说帮忙了 我不给他添乱就不错了 但是伯父 伯母放心 对于公屋这个人 我还是肯定可以帮到他的 哪怕是他不开心的时候 我给他做好吃的 他郁闷苦恼的时候 我唱最难听的歌逗他开心 哪怕是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也愿意陪着他从零开始 同甘共苦 我们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我们尊重你们的感情 但是 年轻人不光是说 最重要的 得去做 我知道 伯父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我有点儿饿了 什么时候开饭呀 我现在继续做 我去买菜 我去做 别别别 那个 伯母做的饭 可能更合我的胃口 小念做的饭 更合我的胃口 是吧 妈 是 以后呢 我只管你爸的饭 你的饭呢 我就从此都不管了 以后交给小念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动你玩呢 小念 以后交给你了 同甘美 以后啊 我的饭都是你管了 没问题 你怎么进来了 还大不流行的 快出去 出去 出去 我说你这个女人 你不要这么粗鲁好不好 刚刚是你让我进来的 我 我让先生龚进来 又不是你 先生龚 你也是先生龚 你怎么耍上无赖了 你原来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我原来是走什么路线的 高 顾 帅 高复睡 您可以出去了吗 高复睡 你可以出去了吗 今天 走不了了 我只能勉为欺难地在你家上借宿 吓了 你干吗呀你 你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要在我这儿借宿一晚 这个故事 就很漫长了 坐下来听 你知道吗 我妈有业油症 从小到大每天晚上 她都会在固定的时间里 出现在我的房间 万一这个时候 她进入到我的房间 没有发现我们俩 你懂的 这一切不就穿帮了吗 我某某也还有这个毛病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呢 静好 慢慢让你解释 睡觉 那现在怎么着 那 你睡这儿 我睡哪儿 睡我怀里 那儿有个沙发 你睡沙发 我睡床上 要不然 让我睡沙发呀 施晓妮 你怎么这么蠢呢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这是什么 是双人床 双人床是给两个人睡的 沙发是给一个人坐的 这个时候你睡沙发 你还不睡床上 你不是浪费资源吗 那怎么着 你这脚都没洗 衣服也没换 你去洗澡换衣服 我不放心 我怕在我冲凉的时候 你突然冲进怎么办 只亏的是我好 我冲进去 我疯了我 那我也不换衣服 不 不洗澡 那万一我洗澡的时候 你偷偷地打开门怎么办呀 行 那 那睡觉 你到那边去 这是我没睡 快点 翻滚 行 听你的 你快醒醒 醒醒 醒醒呀 我怎么在你怀里睡的 你对我做什么 石小念 你是不是偶像去看多了 随口就是偶像剧的台词 还我对你做什么 幼稚 那 那我昨晚明明睡在这儿 这这肯定是被你拉过来的 你 你是不是就我下药了 怎么回事 我对你下药了 你背神在我怀里 你真的想知道吗 好 那我就告诉你 你自己看吧 自己看吧 我 这就不是我 你乱打他删掉 删了呀 关掉他 你这条空气在我手里 你是删不掉了 你能不能每天不要这么蠢 你这天天录这样的视频 你也太奇怪了 你这叫侵犯隐私 我侵犯你的隐私 我告诉你 我还怕你诬陷我呢 你快点给我删了 删了 你让我删我就删 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这是硅房 你出去 硅房 昨天晚上你倒没说这是硅房 今天早上说得倒挺起劲啊 我不出去啊 我还没睡够呢 你出去啊 不出去 那我出去了 你快走啊 晓妮 伯母好 下去吃早饭吧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我饿了 我要吃早餐 妈 早啊 早啊 我吃早饭 晓妮 你今天早上有事吗 要不陪我去买菜吧 我呀 还没有逛过这里的传统市场 我特别爱逛 好好好 好 咱们买了好多东西 今天真的好丰富啊 等一下 伯母 这么快 我接个电话 喂 怎么了 什么 好好好 我现在马上过来啊 晓妮 出什么事了吗 我 我朋友进医院了 我现在得赶紧过去一趟 那没事没事 把东西给我 你赶紧去吧 谢谢伯母 不客气 那我走了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哦 我知道了 小心一点啊 好 师傅 走吗 走 怎么样了 什么情况了 你说话呀 哎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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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孕了 啊 小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走吧 路上至于安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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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你还这么人道 我还以为你会叫米商回去上班呢 就算我抓他回去啊 他也没心思工作 就当是提前给他放产假了吧 到时候从他工资里双倍扣就是了 这个时间我也不想回公司了 不如我们也去约个会吧 约会 这么正实啊 好啊 去哪儿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撒新郎新娘吗 相传啊 英国国王亨利其世 带着他的女王到布里斯托尔旅行的时候 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爱戴 一位面包师的妻子啊 从窗子里向他们撒下了麦穗 预祝他们能够幸福美满 白头斜了 后来就演变成了现在五彩斑斓的 纸鞋和麦穗 据说啊 被撒过的新郎和新娘 都能够幸福美满 子孙满堂 你知道的这个版本这么洋气 我也知道一个版本 是这样的 东北人娶媳妇 把媳妇带进门之前 都会往他们身上撒粮食 一是告诉媳妇说 我家里有钱 有粮食 够哑活你 二呢 是祝福新人 五谷风登 都差不多了 不过你这个简附更洋气一点 我要把它记下来 以后作为我漫画的素材 又是漫画 这不能想想别的 别的 比如呢 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怎么办 米生和丸子他们都有孩子了 我们连婚都没结 我可不想落后太多 别到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们的孩子都能在草地上跑吧 我脸上多没面子 那 你是为了超过米生 才向你结婚吗 也不是 我想结婚 是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你也没有有幸运 кра子 我 Reese's Back 你怎么办 我没办法 你怎么办 咱们红箱 你好了 我说 查我们 可以陪我一起去吗 周姐 可以 你 不高兴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什么呀 你是不是要陪沐浅出去复诊 他就是检查结果出来了 可能有点不安 他不安就让你陪他去复诊啊 你又不是开保险公司的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你让我怎么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我考虑考虑吧 不用考虑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决定了 石小念 你什么时候可以替我做决定 你是我的 以前吧 我可能还会有点犹豫 可是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 我就不犹豫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因为这段时间 我跟你父母生活在一起 我特别幸福 公 你知道吗 我特别害怕失去你 前一段时间 沐浅初受伤 我去照顾他 咱们俩闹了不少别扭 那段时间我特别担心 你会跟我分手 然后咱们俩的情感 就彻底崩盘了 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但是我知道 你不会跟我分开的 对吧 你不会跟他 那可规定 万一你先出轨了怎么办 我不会 我绝对不会 我发誓 天初对我来说就是亲人 我想他好好的 就跟我想叔叔阿姨好好的 我想自己爸妈好好的 还有小迪也好好的 是一样的 真的吗 自从有了你有了丸子 你生 还有你爸妈 我就觉得你们 给我的这个小圈子 让我特别安心 我就不再去想 过去那些不好的回忆 这样想完以后 再面对亲出 就都很坦然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俩会崩盘 我说了这么多 你就抓住这一句 当然了 这一句是重点 这么敏感的词语 我怎么可能忘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把你拱手让给别人的 更别说送去别人的怀抱了 这种事情在我公屋身上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你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郭 谢谢你 我答应你 去吧 不过不能去带酒啊 还有啊 把秘瑟宫也带着 看到没 知道了 知道了 带着 今天不清楚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就闲聊了几句 闲聊 闲聊什么 你是在审讯我啊 咱们不都说好了 互相信任彼此吗 怎么 你这么快就反悔了 我承认 我现在是有点反悔 可是我一提到这个幕前出啊 我就耳根地发扬 总觉得没什么好事要发生 真不是 人家什么都没说 他就问了问我漫画的事 什么漫画 就是以他为原型的内感 他问我 那个漫画里 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 还记不记得有什么别人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就 我 我感觉他好像看过那漫画 我想起来了 有一天 大晚上呢 我们俩经常去那个湖边 在那儿 好像还有一对情侣 情侣 是不是情侣 我也不清楚 因为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两个影子 但是他们的关系挺亲密的 好像怕被打扰一样 听到脚步声就都走吧 你冷吗 我不冷 你冷吗 我也不冷 那个背影一定是姐姐 不会搞错 但男的 会是谁呢 那你知不知道你姐姐目的是吗 除了当年在明面上 赔过我一笔钱之外 还有另外一笔钱 是他私下里朋友的名义 借给的 喂 我要公寓失踪前后的一切资料 新闻也好 调查结果也好 只要有的 要通通对押 出于身体 看来 他真的已经开始动作了 他现在就是想夹空我 先拿走我的项目 再一步步切断我的人脉 这样 他就能重回把牧师拿回他自己手里 伯父 你 我是很多方面配不上工哦 您说得对 我带给他的陪伴 远远不如能直接给他帮助来的时机 但是 就像您跟伯母一样 您真的觉得 拥有财富和地位更重要吗 在我看来 伯父您能拥有相爱的人 幸福地度过这一生 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你们都失去了彼此 那岂不是比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更难过吗 伯父 伯父 我是不是说错了 伯父 你刚才说得很好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你什么都重要 我想清楚了 只要你跟晓鸥真心相爱 愿意陪伴对方 我会祝福你们的 伯父 那您这个意思是 谢谢伯父 谢谢伯父 我和晓鸥一定会努力的 将来的路还很长 不管遇到什么事 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 不要离开她 晓鸥的事 对晓鸥是个不小的打击 我不希望 她再遭遇分离的痛苦 我爸说说了 你爸说 希望我们两个人好好的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要吵架 还能彼此陪伴对方 你知道我为什么 特别想学好工笔吗 因为 我看你爸特别想 把那幅牡丹画画好 所以 我看她那么容易累 我就想 自己学一学工笔画 能帮她善上色 帮点探萌 你看我最近都有长进 这原来这个鼻风 我都还不能这么露口 你这水平啊 得学上几年 才能画好一幅完整的画 你来 我来 你不相信我的实力 那我这个天才就给你露一手 上好了 怎么了 这么累 好事 我们工作室谈成了一个大项目 有家影视公司来找我们 要做现行漫画 什么条件啊 前景啊 片酬弹得特别好 小丸子也想抓住这个漫画 改编的机会 顺便发行我们 怪物偏直狂的单行本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漫画市场这么好 你应该感谢我吧 出版社和工作室 是 是你投资的 没错 但是呢 漫画是我画的 作者最大 漫画是你画的 可你画的也是我呀 那鼎波分你一半功劳吧 三分之二 你说你露出了一副 奸商的丑陋嘴脸 对 你刚刚说的那个项目 靠着 你怎么办啊 我觉得对方的态度啊 感觉啊 都还可以 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担心 担心 听起来没什么可担心的呀 那公司可信吗 白宇查过了 资质倒还可以 就是他们买的是小说社网络 版权好像有点问题 不过也说马上会解决 我觉得他们挺坦诚的 我就没细问 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 我觉得可以 你也觉得可以呀 可是我觉得不太行 毕竟这个方向我都没怎么做过 我就有点没有信心 而且特别神奇 对方比我们还着急 他们恨不得今天签合同 明天就合同 你不是一直觉得 工作室的合作方向 应该更宽广了吧 最近也没有什么 特别要紧的项目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那如果我有什么不会的地方 我可以向你请教吗 没问题 三顿蛋炒饭 成交 今天还剩什么饭了没 好饿啊 在锅里呢 去吃吧 说好了 三顿蛋炒饭 不许再多了 施晓涅 你很优秀的 知道吗 去做你自己的事情了 我不会让你卷进眼下的 这个局面里吧 希望沐千初 也能明白这一点 从我哥出事那天起 我就觉得 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 只是我还没有想到 这些事情的关联 所以 我一直保持着官望的态度 我一直都想向您求证一下 我一直都想向您求证一下 你一直都想向您求证一下 你倆的邮件之后我就觉得 你哥和沐雪之间 关系匪浅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究竟发生过什么 但我能感觉到 他们是那种很亲近的朋友 是那种 你哥连一句都不愿意 跟我提的朋友 喂 什么事 现在 我现在不太方便 所以 那通电话 你认为是沐雪打过来的 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 但现在想来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你能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 虽然当年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 但你也想知道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也不是 我不在意真相 我想知道的 是公寓的心吧 你 小念 多吃点啊 你看你说最近工作忙了 人都瘦了 来 这个鸡翅 你那天天出大别墅吃大餐 有什么吃不好的 我突然觉得没什么胃口了 我回方休息一下啊 你们慢慢吃 来 我陪你 来 来 不用 小念 坐下 妈妈 男的做那么多菜 你慢慢吃啊 慢慢慢慢 我去看一下你爸爸 不管 在你心里怎么看待我这个姐姐的 我始终把你当作亲妹妹 我始终希望 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矛盾 误会 我们俩都可以像现在这样 挨在一起吃饭 我还是打心眼里想要你好 希望你一直快乐 能否与我身上 你老同家蛋 你就这么别晕了 我还要想要想要你 你身上疯了 你身上不慢了 你身上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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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那天天情 你身上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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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e的你身上疯了 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你应该好好珍惜 放过自己吧 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 我好吗 只有解决掉十小年 你才可以跟千初在一起 你好好想想吧 沐总 您怎么来了 我找沐签初有事 他不在公司吗 打了一天电话打 一天都没有沐总的消息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 算了 换个地方说话 去会议是吧 好 姐 你做到这一步 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你做到这一步 你做到这一步 就只是公司是吗 对 我要的就是公司 我要牧师的所有区分 如果你想要牧师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你可以早点跟我说 我知道 牧师能有今天的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你 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可我觉得没有 为了你所谓的权利 我已经牺牲了一切 我只想拿回我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 有什么错 如果被我爸知道 我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我不能让这些差错 毁掉这一切 对不起 算了 放过彼此吧 公鱼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对不起 公鱼 公鱼 小雪 小雪 你别这样 你冷静点 你以为我提醒掉的 小心意味的是什么 你以为我想跟你偷偷摸摸的吗 我即使小心成这样 还是被别人发现了 这个漫画 这个漫画 这个漫画是倩珠的女朋友画的 倩珠如果手术成功 她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事情 我到时候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你明白吗 小雪 小雪 你回来 你再下雨 小雪 小雪 你不要走停车 呀 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大半夜不睡觉 在这站着发什么呆啊 你呢 大半夜你都不睡觉 想来鬼鬼随随做什么 倒水啊 我不是新坚守了那个项目吗 我就想抓紧把它做完 这样恩怡后面再有什么问题 我也好腾出时间来 累吗 我累啊 能专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开心 而且 前几稿我发到网上去 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要一鼓作气把这个做完了 你怎么这么蠢啊 快去睡觉吧 不然把身体累垮了 要用灵魂画画呀 好 那我继续去战斗了 画完这一稿我就睡了 小老板 你早点休息 晚安 早点睡啊 晚安 沐雪最近活动频繁 还是要关注着 小念她没经历过这些事 你多少要帮她防着点 小念 小念 石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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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feeder 还好吗 我不说话了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我挺好的 我是在想晚上做什么吃的 小丸子他们晚上来咱们家吃饭 你怎么不问我他们为什么来啊 小丸子怀孕以后 卫民生看得很严 我都好久没介绍他们了 你别吞吞吐吐的了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我挺好的 真的吗 真的 白玉已经在茶了 那些风言风语 我根本不会放得心致 你这事剩下就知道了 你这事剩下的小丸子 你真是剩下的 我直接划的 我最爱的 你真是剩下的 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 但是 你也要帮我做点什么 好 你说什么事 我要你跟我一起 彻底毁掉石小念 毁掉石小念 对 我需要你的配合 你为什么要毁掉石小念 他又不会妨碍你什么 师弟 你清醒一点 解除掉石小念对于你来说 不是更好的事吗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呆啊 我 看星星 看月亮 看星星 看月亮 看星星 看月亮 你不冷吗 你这怎么不拿个大一来呀 你这家酸明治呢 你还不开心呢 没有 没有不开心 那个项目负责人 说发布会的事情 怎么解决了 嗯 宋经理说会出来解释这个事 上午发布会开完 下午澄清的稿件 就会发出来的 那还可以啊 说明他们是有公关的解决方案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是我自己的错 因为在此之前 我也知道他们版权有问题 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们会努力完成 尽力解决 结果配合他们提前宣传 改编 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不谨慎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也有错 我是你的直系上司 按理说呢 应该帮你过滤合同 分析项目的风险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真的不是你的错 我还担心 会连累着恩义的名声呢 你看现在 微漫画改编 侵权这些事情 多敏感啊 结果咱们这事一出 正好撞到风口上 他们已经把我原来的作品 都拿出来编尸了 我特别怕牵扯到恩义 你放心 恩义这么大的公司 不是说牵扯就能牵扯得到的 那我也不愿意做一个 只会躲在蜗牛壳里的人 恩义是我的 你的工作室也是我的 这些 工作室虽然是你投资的 但是除了恩义的项目以外 其他的项目都是我 丸子 白宇 努力去弹下来 努力去完成的 所以工作室从来都不止 是我一个人的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工作室蒙上了污点 还连累了恩义的名声 我心里真的挺过不去的 不过也只是难过 毕竟人生总会经历 这么多风风雨雨 不会有人一直挡在你前面 自己都要去努力 经历 好好解决 我知道 你觉得我对事情不太计较 觉得我蠢 总想挡在我前面 总想帮我 但是我始终相信 用真心对待别人 努力工作 哪怕蠢 也会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 你不是蠢 你是蠢到家了 即便蠢 我也会努力工作 早晚有一天 会让恩义科技 让工总裁 因为投资了石小念工作室 而感到骄傲 自豪 好 好 不如你 天气快亮了 快睡吧 那 那好吧 那我回去了 这 晚安 晚安 你快回去吧 喂 米生 去石小念哪 啊 现在吗 我派过去的媒体说 石敌也在发布会现场 所以不小心忽略了一些问题 我姐姐刚刚也道歉了 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多多理解 我相信我姐姐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说什么呢 你不认识 走 小念 顾巴 好好发现 小路板 我这拉梯实践实 他 他利用我 我还以为他不会骗我呢 那 那千初到底怎么样啊 学姐说他身体恢复得不错 是真的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知道 穆千初也并非手无腹肌之力 就算穆雪控制了他 我相信 他能照顾好自己 所以说了这么多 去调查小念漫画的人就是穆雪 对吧 他们两个去哪儿了 有人看见石小姐了吗 哎 小念 让我去吧 你们俩快走 陈记者来之间 我去哪儿了 小提 你去哪儿了 你要干吗去啊 我要去告诉他们真相 你不能上去 你不能上去 我要去告诉他们 穆雪到底有多可恶 对千初 对你 而且今天我说这句话 全都是他讲我说的 还有你们之间那些事 也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我要去告诉他们 他还骗了我 他骗我做了好多事情 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 还这么爱哭鼻子 我在哪儿 我在哪儿 首先我要给今天到来的所有媒体朋友 关注我的读者粉丝 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狂暴女孩 这本书的原著作者西北老师 道歉 这件事情是我做得不得 我的狂暴女孩存在版权问题 的确我很早就知道 无论这其中有多少误会 造成这次风波最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我自己 是我太不谨慎了 这一点无可辩驳 作为一个原创作者 我其实很能理解西北老师 被侵权的愤怒 给他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欠缘 而且还牵涉到了我妹妹 以前的这件事情 石小姐 刚刚石毕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你是故意说谎的吗 其实你根本就知道版权问题 但是为了自己的作品 却依然故意去侵权 或者说是石小姐在报复你吗 毕竟大家一直听说 你们两姐妹的关系非常一般 甚至因为情感问题 发生过矛盾 不是吧 不是说石小念 抢尸底男朋友吗 我听说的 可不是这个版本 看见今天我好奇看 我和妹妹之间 没有任何问题 这件事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她毫不知情 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抱歉了各位 嗯 威風 父母 我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这件事 会不会对恩义造成影响 可是我还是不能 推小递出去 把咱们的感情牵扯进来 可是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真蠢 你平安就好 别的交给我 姐 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因为千初 我确实讨厌你 想要你离我们远远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 要让别人来伤害你 也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 对不起啊 姐 没事的 不要紧 我活到现在 还真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的 对吧 好 好 李明 effectivement 刚才是 阿凰 一直都在开会 看样子能来的可能性 应该是不大了 知道了 空屋要来 牟总 你是不是应该提前的通知我一下 这种争权夺利的事情 还需要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吗 你紧张什么 不是我叫他来 是他要找我心事问罪 但是显然他现在什么都鼓不上 什么意思啊 你说的固然有你的道理 那这种我问心无愧 都交给别人评判的姿态 不适合去解决一个公司的危机 股票一跌 恩义受到的影响 可不仅仅是解决舆论的问题 你说的这些其实我都有考虑 而且我有很多解决 我来说吧 这件事 我向大家道歉 关于对于公司的管理 后续的损失 这些我都不太懂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个人的疏忽 给公司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虽然我还不能 暂时弥补上这个损失 可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我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个人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 好好解决的 也不会因为我和郭欧之间的什么关系 把它牵扯进来 可是你现在把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请你 我昨晚跟你说的话 不只是鸡汤而已 公欧 请你相信我 也请在座的各位董事们相信我 我是一个不喜欢惹麻烦的人 所以现在麻烦主动找上门来 又危及到了我身边的人 我不会躲 也不会怕 一定会尽我所能 用我自己的办法 把它好好解决的 您放心 这个西贝 收到石小念的私信之后 第一时间就跟我说 他们应该不会再见的 这样最好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 不要给我出什么问题 那您答应我的 我不会亏待你的 定谨西贝 有什么动向及时向我汇报 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记忆中刻下模样 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 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妈妈 你是我的妈妈 安慰人睡觉 就不能温柔一点啊 这么霸道干什么 很女人 我爱你 Mr.温 我也爱你 这心里带走我的心 添满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高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看着难眠的长夜 领悟未来的图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梦想 你太变态了吧 你把我手机都给黑掉了 你是我的 一年 一年 失望 哎呀 喂 干吗呀 我们跟西北干仗呢 西北真不是男友人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后来写的书 我都有看过 真的是非常有身体 他们答应给我出后面几本书 让我的东西可以给更多的人看见 而且可以帮我的版权卖出去 所以我就在想 所以 你根本没收他们的钱 路上小心 走吧 拜拜 搞定了 傻样 你刚才弄好暴力 你把人家都吓到了 孙晶 没事吧 干吗 没事吧 杀在哪儿了 没伤着吧 没有 真没有 没事啊 孙杰平 你现在可是个孕妇 施小念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出去跟别人打架 还是男人 我们俩没打架 是不是有病啊 我没有 不是 你跟我说了吗 那西位 不会让你们给打残了吗 打残了 搞定了 我那时候这件事情交给我 绝对没问题 那你也不能私自出来和男人见面 你看看我给你发了多少信息 现在不归信息都成了你特权了是吧 啥 你什么时候发了这么多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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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会把时间和地点发给你的 好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谁的电话 广告的 真的啊 对 你不许监测我手机啊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我才懒得监测你的手机呢 不就是广告吗 我在啊 你们俩快点回去吧 在西北发表声明之前 肯定还有一大堆问题需要处理 快点回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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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你现在可是个孕妇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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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白天不动 Happ 我陪你去吧 嗯 我说 我陪你一起去牵牧雪 可是 公寓现在和沐雪的关系 现在谁都不能确定 我也知道 你不想让公欧担心 但是你绝对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因为事情是我先提出来的 如果你自己去 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真的没法交代 沐雪又不是吃人的大怪兽 他能把我怎么念了 小念 你就答应我这个要求吧 我都被他利用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当面跟他对过什么呢 再说了 我对他 肯定造成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和公欧不一样 他不让你带公欧去见他 一定有什么原因的 而我 肯定不在他的计划里 可是 好了 别可是了 好吧 那谢谢你 你身上的把柄太多了 对公欧的影响 只是迟早而已 小念 他现在说什么都不知道相信 石小姐心里怎么想 没有人能控制得了 但我相信 他现在更愿意跟我单独聊聊 白玉 我跟沐雪姐单独聊聊 你到外面等我吧 你 我答应你 我可以牵出去 可是等他康复之后 我还会回到公务身边 不管那个时候 他和恩义处于什么状况 我希望 你能说到做到 我说到做到 我说到做到 签出的地址告诉我 回去收拾一下 就会过去 我的人已经在后门等你了 所有的事情 我都为你安排好 怎么就你自己 是小念的 沐雪我问你 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你快告诉我 你不知道 虽然是他没想告诉我 你 好 你好 刚才坐着人的女孩呢 应该是从后门走了吧 喂 小念刚才去见沐雪了 说什么 他在哪儿 他现在人在哪儿 船 dariもの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平原孤单 不辜负 有吧 士 occasionally 小牧总在等你了 对不起 公欧 等我们回来 小欧 你在干什么呀 爸 对了 小念刚才回来过 他说他有事就走了 我知道了 爸 我还有事 我也先走了 你怎么来了 谁叫你来的 你姐姐找我来的 我本来也不想来 可是你这个人真的挺过分的 小的时候什么都跟我说 我现在长大了可倒好了 什么事都不跟我说了 我表示抗议你 我姐想起来 她还说了什么 她还说让我陪你出国散散心 那 公欧知道你来这儿吗 她也不拦着你 她就让你来 我把那儿给你了 喝点水吧 看来她不知道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现在是什么情况 晓妮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你不是跟她一块儿去的吗 人没了你都不知道 晓妮让我出去吧 然后 她跟沐雪单独聊一些事情 她单独跟沐雪聊 她能跟沐雪聊什么呀 沐浅出吧 没白理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包啊 行行行 我们脑子都有包 公 对不起啊 晓妮 我们一定帮你找到 那我看晓妮的意思 并不想让我们找到她 不管怎么样 先找到沐雪 倩兽呢 倩兽在哪儿呢 我和你爸好久都联系不上他 公司股权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啊 但是在这之前 你先回答我 千出在哪儿 你把她藏哪儿去了 千出 千出 你们的心里就只有千出 小雪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就问你 千出在哪儿 千出不见了就来问我 为什么不是你的宝贝儿子 自己跑出去 为什么就认定了是我的问题 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有的 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有的 你自己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让你失望 爸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年你做的事情 说的话 你生的话 让我有多事 只要有千出在 你都不会正眼看我一眼 不管我做的再多 做的再好 对于你来说 都只是千初的配置 是她的影子吧 可是你没有想过 你做的这些 就一定是清楚想要的 清楚想要什么 我清楚得很 是吗 那当时你们知道 实体欺骗千初的时候 千初想跟实想念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又把这些压了下 你这也是为了千初好吗 我不用你来教育我 我告诉你这么多年以来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们姐弟俩 我对得起千初 我更对得起你 你如果对我有什么情绪 你可以趁我来啊 你为什么仇你弟弟啊 你想干什么啊 事情到了现在 你还觉得自己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有什么问题 我以为你做的这些 都是因为她的爱情 其实你爱的只有你自己 其实你爱的只有你自己 宋军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爸爸呢 快跟你爸爸道歉 快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我不用你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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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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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总年轻有为 什么都不缺 如果非要说 看上我手里的什么东西的话 大概只有恩义吧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 那龚总给你 还是不给呢 我是无所谓啊 但恩义不是我一个人的 沐总就这么希望 我和我哥一起做起来的公司 被这么毁掉了 我只做我觉得对的事情 如果我哥还在的话 你们还会为这件事情闹掰吗 我跟你哥都一样 我们只是商人 这件事情我可以考虑 但这并不是一件 可以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情 况且 我要先确信 施小雪是否安全 没想到龚总这么快就答应了 我着实觉得很意外 我已经拿出我的诚意了 沐总是不是也应该回馈我点东西 让我心里不敌 你放心 他现在好得狠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地方 有其他消息吗 公欧 你清醒一点 他控制我姐肯定就是为了要恩义 而且就算你答应他的要求 他也不一定会放了我姐的 你想想我 你想想我为他利用的还 你跟他说什么呀 谁被控制了 你说话呀 你姐怎么了 什么放不放的 你回答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 我姐的 失踪了 小 晓妮到底怎么回事 小 晓妮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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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回来 阿姨怎么样 没事儿吧 我妈想穿饭了 有没有赵医生的 晓妮 叔叔 进去照顾你妈 我跟她有话要说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叔叔 是我的叔父 是我没有保护好晓妮 你刚才跟小迪 在电话里面说的话 我多少听到了一些 你们商场上的事情 我真的不懂 我只想知道 我女儿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 咱们都是男人 你就实话实说吧 我承受得住 对方要对付的人是我 目前应该不会对晓妮怎么样 你放心 明天我就会把这件事情解决 把晓妮平安地带回来 你给我听好了啊 晓妮跟晓妮是我最宝贵的女儿 她们都是我的掌上明珠 是我的宝贝 尤其是晓妮 你知道她之前受的位置 我不希望她加来走 受到伤害 你明白吗 叔叔 我明白 晓妮她也是我生命中 最宝贵的人 我可以为她付出一切 哪怕是付出生命 我也在所不惜 小妮那边有消息了吗 我只知道她跟沐谦初在一起 其他的 没有任何线索 工作的事我可以不问你 但有件事我必须要问你 即使 即使小念真的和沐谦初在一起的话 你还愿意为她付出这么多 愿意等她回来吗 不管她选择什么 我想听到她亲口告诉我 不管她选择谁 我的选择永远不会变 我明白了 既然你都想得这么清楚了 我肯定支持你 龚总 我已经查过小念 跟沐谦初的机票信息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机票信息有好几组 我没办法确定 沐雪到底什么时候送他们离开 她确实够精神啊 没关系 不会让我之前 机场那边的客户盯紧 谢谢你 白玉 我先走了 好 她就是你们老提到的白玉 对 你个人还发现 own 你对吗 我现在把她交出了 我不想送 他知道 下次估计 我告诉你 我什么时候 她会会把她交出 她会把她交出 她会把她交出 对 她是什么 她就她的 不可能 我们也要 同志 让我们 真正在 我今天已经出发了 正在往我们这边赶路 千初和施小念都安排好了吗 莫总放心 已经安排好了 这个航班是我今天一早才定的 昨天之前他们能查到的那几个航班 都已经取消了 很好 这段时间太混乱了 该让你一切都归位了 千初我对得起她 她最喜欢的女人我给她了 简单富足的生活我也可以给她 但牧师和恩义是我的 你先去外面等我吧 好的 我走 没想到这么多年 我们连一张合影都没有 居然阴差阳错地被一份漫画起落下来 是 公寓 你知道吗 如果现在你还在 我们就可以真正地在一起了 你们莫总在吗 莫总已经在会市等您了 这个由于他 国家 你收权 为了 毫无的人 你明显 只是个学生 Pastor 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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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莫总 那现在我们的合同 是不是可以落实了 公总你看 不是我急功近利 从你们恩义出来的人 可比我厉害多 你们之间怎么合作我不在乎 我现在只想知道 是想你们的消息 他一定在哪 实想念自然是陪我弟弟 去国外看病的 就算你现在找到他 他也不会跟你回来的 他现在这个时间 他 你赶了好吗的时间 消息挺零通的嘛 果然还是个孩子 遇到女人的事情 就这么沉不可泣 重情重义 总好过薄清寡义 如果是公欲的话 他也会这么做 走吧 恩义前总裁公欧股权转让一世 中途了一场 只能你这个未来的负责任 跟我去接受采访 陈总 你倒是挺会抓住机会的嘛 aji� 树 板鱼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知道莫雪 不会这么轻易的 让我找到你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航班 都等过来了 这张名单上的人 都是牧师集团的高管 也是我需要二位去帮我做沟通的 他们都是曾经跟我父亲 一家并过的人 比较可靠 还有 这里面有一张照片 是我姐之前的那个助理 叫陈然 之前开车装上网的人也是他 所以之前很多事 都应该是他参与操作的 如果跟我怀疑 我姐跟他哥之间的关系 可以从他入手去查 好 谢谢牧总 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等等 这 这什么情况呀 为什么突然找我 我觉得那天在医院说的话 我们应该继续聊聊 你们都怀疑到我姐了 是吗 牧总越是想保护你姐姐 就会越暴露出 更多的破产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这起车祸 幕后的厨师是谁 对吗 不错 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 我理解你 如果换作以前的我 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的心理 但自从跟施想念在一起之后 我似乎越来越明白 想要毫无逻辑地保护一个人 是什么感受 想念 的确是让人改变很多的人 对吗 那你呢 被他改变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 他会难过 不过这不是我所在意的 我倒希望 他对你再失望一点 你说得对 我现在变得连我自己 都有点不认识了 但是龚王你不明白 你不会明白那种 像是做了一场噩梦醒来之后 身边的一切 就变了不一样的感觉 你的亲人变成了仇人 你的未婚妻是个陌生人 而你心爱的人 却因为你受到了伤害 还去到了别人身边 这些都不能成为你欺骗他的理由 我不管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样的看法 但你应该也想过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合作 才能让一切回到正规上 我可以合作 但我绝对不会把小念牵扯到其中 我也有的 你跟公屋之间有合作 牟总和公总一直有联络 这次牟总被牟雪控制之后 可以说是将计就计 这样还能调查清楚 他和公寓撤获的关系 所以我 我也在你们的计划里 当然不是 我们都没有想到 你会被我姐骗过来 那现在呢 过后在哪儿 现在应该快到了 目前现在身体还是不太熟 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 时间还早 对不起 我 电视 不用谢我 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 你放心 我并跟我姐姐还挺像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之前对我的好 都是真心的 所以我要谢谢你 其实之前咱们两个相处的那段时光 你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还有那些带给我的快乐 也全部都是真实的 我不应该全都否定 清楚了 你的意思是 不要误会 小迪 我喜欢的人还是小迪 虽然她现在心里惦记着只有公欧 但是我会等她 我想说的是小迪 你曾经的确带给我了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你很好 你一定可以得到你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如果你不恨我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你确定你还要去英国对吗 好 那我们赶紧走吧 不然一会儿实践的没有下来 不然一会儿实践的没有下来 医生 就这几天了 大家准备一下吧 怎么样 看你 哭什么呀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别哭 不好看 我还是喜欢你小的那样 我呀 是像小玉了 她一个人先走了 没人陪她 没人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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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应该小玉照顾你 看你这样子 他 你就不怕儿子笑好你 爸 怎么才告诉我们 没有什么 告诉不告诉的事 我 我有医生 也一直在治疗 能活到今天 已经很不错了 还有很多办法 为什么不都试试 放了 化了 是我自己不愿意走 我是不想让你骂了 看到我那个狼狼的样子 你们俩父子 都不受承诺 你答应过要再陪我的 小玉不是陪着你吗 以后啊 她就没有理由 不天天来看你了 是不是小玉 嗯 爸 我知道 小念 怎么没来 她有些事情耽搁了 来不了了 小王 既然你们俩要决定在一起 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 不能把小念抛下 两个人 两个人在一起 只有爱是不够的 作为男人 要有担当 和责任 你们两个孩子 真像我和你妈 年轻的时候 有你妈陪我整她晚上 我不遗憾 你宽恕 是不够的 解释了 你担当了 为何你来的 你们俩刚才 你都要看了 对她的 我不哭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哭 我不哭 我太宠了 没锁门啊 小妮 这个怎么也没换 我还没来得及 怎么样 来这边是不是有点不太习惯 没有不习惯 我还挺习惯的 就是我英语不太好 交流起来有点紧张 沟通上面我应该没什么问题 所以呢 你就负责照顾好我的身体 我呢 负责让你在英国不会走丢 好不好 小妍 公欧一直没给你发消息 她应该还在生我气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 所以你和公欧不一样 她就是这么霸道无礼 那她要是 一直都这么不理你了 打算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死缠烂打 不说这些了 你安心吧 你安心吧 你的目标 你还能比你更好 你会负责 就这样 你所吃的 你会负责 我负责 我负责 我走了 晓鸥 珍惜眼前人吧 在你还能珍惜的时候 很多人 很多事 就像这些花儿一样 开了 败了 都是转眼间 如果在能珍惜的时候 没有好好去珍惜 但是会成为一生的遗憾 爸 这花儿子一定常来看你 不知道 我回去了 哥 回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是来了 长辈走了 我总是要来看看的 那公寓呢 却不该来看看吗 或者说 博哥 其实你已经来看过很多次了 对吗 只是每次都一个人来 想和他单独相处 就像你们过去那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沐雪 你们过去发生过什么 现在只有你知道 今天就当我们没见过 我先走了 你等一下 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他很轻松 很开心对吗 对 我很幸运 能够在跟他最后的时光里 每一分每一秒都轻松愈愈 沐雪 我们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见了 我只有一句话留给你 有些事情 不是你拼命掩饰就能掩饰得住的 就算你努力不让任何人知道 但你自己心里那一关 你永远都过不去 公寓是在用他的离开 帮你最后一把 别让他失望 小鸥 你怎么又不吃饭 你在忙吗 妈 没有 来 走 你怎么又不吃饭啊 妈 我不饿 你忙归忙 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其实我今天来 就是小鸥 我想跟你说个事 我想帮回西山中 妈 那里 有我跟你爸爸 很多美好的共同回忆 我回去 就感觉他一直在我身边 没有离开过我 我也住得 会舒坦些 妈 你这样我肯定不会放心的 我陪您回去一起住 不用不用 我答应过你爸爸 我一个人 一定好好的 好好的坚强生活下去 我不是还有你吗 你要是担心我的话 就多回来看看我妈 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不让妈妈操心 就是帮妈妈最大的忙了 好 你放心吧 妈 行了 你忙吧 我不打扰你了 晓鸥 不管再忙 饭还是要吃的 照顾好自己身体 妈 是吧 辞职信 之前我没有听说过 陈总想要离职啊 穆总上次去公司开了个周会 没过两天 就有三个高管抵了辞职信 不得不说 您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所以陈总特地赶过来 就是为了把辞职信转交给我 既然牧总什么都想过 牧 那我想这些自然交到你手里 牧总不信任我 我可以理解 但是用人不疑 既然已经把公司交给了我 就愿意给我更大的空间 这样大家都好坐视 除非 你想整个ND在你携手之后就 迅速崩盘 那之前各大财经媒体宣传 您是个优质的企业家 算不算是个笑话 行 那你先忙吧 我就不打扰了 来 我觉得 你不消息 那你记得早点休息 早点睡 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 记得多穿衣服 别感冒 虽然他有的时候像个孩子 可是我跟他在一起 真的很乖 虽然很不想成人 但是贡欧能给你的 我已经给不了了 我想通了 小念 我想通了 小念 看到你 一直一直地给他发消息 看到你画漫画一张一张地拍给他看 看到你拿着充满着你们回忆的手机 手都换我就知道 我不能再用自己走不出去的回忆来困着你了 所以 如果他能给你幸福的话 我祝福你们 怎么 虽然我现在 不想求你能回到我身边了 但我们还是好朋友啊 你可不能扮你不认人啊 我 对 这是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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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其实还有一件事小年 我想 希望你能答应我 什么事 就是你之间画的那个漫画 记录了我们很多过去故事的漫画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要它的原稿 不管怎么样 我想好好珍藏我们的过去 可以吗 我现在可是算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了 漫画的手稿可是很值钱的 很贵的 我得考虑一下 你要是不给的话 那我一直能抢啊 抢也没用 你就是陈然 你就是陈然 我保证 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我保证 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我保证 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我保证 好了 快去吧 公公一定等你很久了 你不跟我一起吗 我差点给忘了 你那天说完 我就一直想着给你 我答应过你 这是我漫画的手稿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好吧 快去吧 你现在还好吗 你哥的葬礼我正在国外出差 没能及时赶回来 我跟你哥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公公你还好吗 人的执念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权力 地位 能不能被别人尊重 这一切真的比喜欢一个人更重要吗 你是说 小雪跟公裕他们两个是恋人关系 她不敢公开就是为了瞒着我 姐可能是担心 她好不容易在墨市争取到的位置 会因为她的感情问题被您给收回去 这个傻孩子 她应该告诉我 我会很高兴的 我当初跟她订那个约定 我的本意 我 我为什么要跟她订那个约定啊我 我错了 我不该跟她订那个约定啊 爸 这事也不怪你 是我的确也没有想到 我恢复失礼以后 掌管公司 会对她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那个师傅 你们这边还需要多长时间 还有五分钟就搞定了 哦 好 这个是放哪里比较合适呢 如果用新去讲 当然要放到新的旁边啊 好有情思 不过在偶像这里 这种标配的场景下 特别适合表白 需要我再表白一次 光来了 我 公欧 你来了 丸子他们让我跟你说 其实是我自己想跟你说 我想说 哦 我可以 你准备得挺好的 挺浪漫的 挺浪漫的 谢谢啊 谢谢 辛苦了 无聊 无聊 爱也找不到了 你给的美好 还是那个熟悉 光芳 光芳是不是有毛病啊 但是自己只想 光芳就咱们听一下 请什么这么对我们想念 看着你 幸福的味道 痛过以后才会知道 还是挺不住的想要 你的微笑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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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念 小念 我好像没有邀请你了 怎么 不欢迎我 我今天来 是来感谢龚总的 我之所以能回来 之所以还有机会 能够拿回牧师 给我感谢龚总的 福气前嫌 出手相助 我干你的事 一马归一马 合作归合作 讨厌也还是会继续讨厌 不用多想 从小呢 我就失去过很多东西 比如说打球吧 所有的男孩子 都在打球的时候 我连看都看不见 所以我就对自己 能够拥有的东西上 会加倍地珍惜 我对你说的不感兴趣 龚总为什么 就不能尝试 争取一下 你就这么放弃的话 拿什么争得过我呢 你也知道 有些事情不是 你争就能争得到的 争到最后 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好 原来龚总是这样的人嘛 原来龚总是这样的人嘛 会和某个人一样 随时考虑是不是对大家都好 和我不一样 我只想对一个人好 关你什么事 我已经彻底放弃想念了 我想清楚了 既然我只会对他一个人好 所以 他喜欢你 我也情愿让他跟你在一起 慕总未免也太自信了吧 不是你想要谁跟谁在一起 就可以的 你们两个的事 但是我只说这么多 今天来找你是有别的事情 龚总 明天跟我一起去青龙宴吧 我解错的事情 也该有个刀断 他对恩义和你个人 造成的伤害都非常大 应该当着你的面 把恩义还回来 我会把你帮我 或者你在当时帮我 这种场面 我怕我自己应付不来 我去不去其实没什么区别 慕雪做过的事 他需要付出代价 至于别的 我哥 应该也不希望 我把他当敌人吧 或许龚宇 也希望你能帮我姐姐一次 不是吗 龚总 我今天是承心来求你帮我的 我不能再让我解错下去了 小燕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夜会还有三十分钟就可以开始了 宾客门应该很快就会到的 你 宾客门 hijo 一 你 一 恩义在我手上有什么不满的吗 你可别忘了 当初合同是你签的 现在又动这种手脚 似乎有点不太讲规矩吧 合同是我签的 但那也是在你的威胁之下 我才签的 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暂且不提 我今天来 是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做个两段 不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活动 秦初 回去吧 既然我们今天来了 有一些事情 就只能在这儿谈 秦初 这是我们的家事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吗 如果你肯承认的话 我不会让你太难看的 胡说八道 我承认什么 牟总 你看着我干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 你是想让我 赶他妈儿围出去 你觉得他们会挺火的吗 东欧 不管你想诬陷我什么 今天这是我们的家事 秦初 你先回去 我这边结束之后 我会回来找你 到时候 诬陷 你们姐弟之间的感情 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牟总 我哥的死 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跟我哥是恋人关系 但你为了掩饰这一层关系 针对石晓念做了很多事 石晓念的漫画 是我哥死后 我在他车里发现的唯一的证据 漫画的某一页 一对正在过生日的情侣 画的就是你和我哥 对吗 就算他画过什么 也只不过是漫画 怎么能说明事物 姐 我们找到陈燃了 他重演了很多事 陈燃只收我一个助理 陈燃只收我一个助理 他说的话 并没有什么 陈燃已经把事实的原委都告诉我了 他承认了沐千初的车魄 是他导致的 也承认了这幕后的主使就是你 陈燃 陈燃 我哥哥的死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到你的头上 但现在我有了线索 如果这件事情从头查到尾的话 瞒是瞒不住的 真的够了钱 到此为止 好吗 清初 清初 爸妈知道你今天要来了 知道你为了把我逼到绝路上 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可真是成长了 爸爸牧师交给你 也没什么问题了 可是千初 可是千初 你这样逼我交权 跟我又有什么区别 他和你还是有区别的 他可以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拼尽全力努力地去争取 做错了的事情 他也可以勇敢地来承担 而你呢 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 你那看我 你和你都连扬的事情 有没有 没时赚 你 我 你 要我的 我 你 推 找我 繁身和技术 我还保得住 所以我希望你 要怪我 既然你这么能干 今天的这场宴会 就是我为你扮的 希望你真的可以 撑得住场面 小雪啊 看来你们都知道 前出要来 爸 是不是对于你来说 爸 看我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特别地开心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生我 为什么要让我长大 小雪 对不起 这么多年了 让你受委屈了 爸 爸爸糊涂啊 我不该跟你定那个什么 十年之约 更不该一直忽略你的感受 爸爸自以为 自己的女儿我还能不了解吗 但是 爸爸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 你能给爸爸一个 改正错误的机会吗 爸爸想在有生之年 好好疼爱我的宝贝女儿 爸爸马上就要跟妈妈去国外了 你 你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让我们重新开始 让我们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好不好 小雪啊 小雪 爸爸 爸爸死我了 伯父 公喻哥哥 我来看你们了 没想到 离开了一段时间 再回来 就看不到伯父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您在的时候 真的为我和公公操了不少心 你虽然看起来表面挺凶的 但是我知道你心底 还是挺开心我和公公在一起的 您当时跟我说了一些话 其实都是在劝我 可我却没有听 小念 你知道 晓鸥这孩子吧 她心事重 很多事情 她不愿意告诉别人 所以 我希望你能经常跟她沟通 经常跟她聊聊天 因为 以后陪在她身边的人 就是你 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姑妈 对不起 公喻哥哥 我一直以来 觉得没见过您 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 前几天 我也才知道 原来我漫画里画过的那个帅气的哥哥 就是您啊 这么想来 我们之间还是挺有缘分的 我不知道 如果您在 面对我现在的情况 你会不会劝我回到公公身边 还是说 您也觉得 我应该放手 给她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还好现在一切 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公务也好 千秋也好 都回到了他们原本的生活 而我 我觉得我出现在公欧生命里的意义 就是陪她走完这艰难的一程吧 我知道我做得并不好 查得还很多 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对了 这个是我画公欧的漫画 出版了 销量还挺不错的 叫《怪物偏执狂》 这里面 我画的可能是我了解的功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我留在这儿一本给你们 你们随便看看 我留在红色的这儿一天 我留在这儿一天 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她 那是什么 我看你了 你不喜欢她 你不喜欢她 你不喜欢我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吧 Zither Harp 我们结婚吧 嫁给你 你是不是蠢 怎么会有人 会在牧园里求婚 我倒是觉得求婚这件事情 一定要在我最重要的人都在的地方 爸爸 哥哥都在这儿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走吧 不想答应 我怎么会有人 要手就手全部 可是眼泪 潦草 零物太残忽 爱的迷途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明年孤单 不辜负 走吧 那 您证据 恩义科企在经历了去年短暂的转手风波之后 目前已回归正轨 重新执掌恩义的公欧 在不出八个月的时间里 正式研发并发布了最新款的手机系统 据悉 这款最新的手机系统 将会与新一代的恩义手机共同问世 具体时间还未公布 根据知情人士的可靠消息 这个由公欧主导研发的新系统 可以说是恩义所经历的重大危机的见证 将会给大家带来最完美的使用体验 牟总 这份影视投资方案做得不错 找时间约这个方案的负责人聊一下 毕竟影视方面不是我们的强项 嗯 其实这个负责人已经到了 那太好了 叫他进来吧 我跟他聊一下 请进 你看大米丸子这么大了 多可爱啊 哎 她们呢 哎呦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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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在二人世界呢 公公刚刚说戴小妞去日本干嘛 生闺女啊 生孩子啊 那 那你们怎么能这么骗小妞呢 这怎么要骗呢 过两天她自己就知道了 喂 喂 喂 你们俩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 孩子你都不管了 我告诉你啊 过两天我可就把宝贝公托付给你们俩了 你们俩一定要给我好好地照顾好她 尤其是你啊 嗯 你不准偷偷亲她啊 那是我孩子 我还亲我自己儿子呢 你儿子你自己回来亲吗 哎 小老板 准备工作怎么样 一前进在这儿我只照顾好 得成功啊 哎 你们干什么呢 没事 就是公司那帮的妥事 哎 有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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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子 我对 对啊 公司的事是不是按那个 不可能 真的 哎 行了 小老板 又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儿 自己问她吧 哎 哎 丸子 哎 老板 不是这样啊 哎 你那天不是跟我说 你说咱们家这么大 宝贝公长大了 会孤单吗 哦 对 所以我想着 给她再添一个妹妹 原来你都是计划好的啊 算是吧 算是吧 你没生气吧 嗯 哎 老婆 要 要不然我们也 嗯 生个闺女 哦 就请你带走我 为我的心 甜的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难免的长夜 灵魂未来的童话 为非离去我们的梦想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一年 事故 你是我的 你 你